你不认识 什么病啊 相思病 不可能 不可能 其实也不是我的事 是我帮我一个朋友问的 我这个朋友你不认识啊 什么朋友我还能不认识 如果能帮到老大的朋友 我一定义不容辞 是这样 我这个朋友 他最近好像得了一场怪病 彪儿 小弟 韩瑞兵 我好橙汁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橙汁啊 是不是还是我好 最好 亲一个 对了 小弟 你去滚城区干吗呀 我要去拜访一个人 是不是丁远给你介绍了那个苏绣大师 我想好好地学习一下传统文化 既然绝对要做汉服了 那有些东西还是必须要了解的 行 我支持你 那咱们就先去拜访大师 走 上车 等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你 怎么了 好像有大事啊 就是 你说嘛 小迪 快说 就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 朋友啊 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 就是 他看见一个男生的时候 总是会变得很奇怪 看见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的心脏总会变得特别奇怪 他以前特别讨厌那个男生 因为他总是折磨他 可是最近吧 他不仅有点习惯了 还甚至愿意为这个男生付出的更多 我朋友不会是有受虐倾向吧 还时不时的 能看见这个女孩的幻想 而且 最可怕的是 他最近会时不常地感到 心计啊 发烧啊 有时候特别地灼热 有时候心脏跳得特别特别地快 你的那个朋友啊 他是不是最近就总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 那你这个朋友 平时是不是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动不动就像摸人小姑娘的手啊 你说什么呢你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不是 我这个朋友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了解他 他不是这种人 疼吗 真疼啊 不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就会紧张啊 担心啊 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想念 在一起的时候呢 如果靠近了 还会感觉到脸红 心跳 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 就会不停不停地回放这些美好的画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你的这个朋友 朋友啊 朋友 病了 而且病得非常严重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你那个朋友已经病入膏肓了 什么病啊 什么病啊 相思病 不可能 不可能 我 他没有他不是 你别乱说 小迪啊 这种感觉呢 就只有你谈恋爱以后 估计你才能懂了 谁心动呀 造个严身都别这样 你当我没问行不行 快走快走快走